好有一名救護車司機 日前是開車要載送病患 行經國道一號 台南永康路段時 鳴笛示意前方的車輛要讓到 想不到有一輛休旅車 他不讓路還停車擋路 駕駛甚至下車 似乎要來找這個救護車的司機理論 好只見救護車是一路鳴笛 行駛在國道內側車道上 但是呢發現前方有車輛 遲遲不讓到之後又加強了音量 想不到前方的休旅車 他沒有讓行反而是減速 之後就直接在國道上停了下來 完全不理會救護車的警示聲 更離譜的過程呢 就被這救護車的行車記錄器 給拍了下來 只見休旅車的駕駛 是擋住救護車之後 還下車走向救護車要來理論 結果被救護車司機直呼 是在擋什麼路啊 才又急忙地跑回去車上開車離開 Hello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